午夜是一个迷人的时刻 或许是因为有星星 月亮的陪伴 或许是多了分宁静 总让人感到分外的安心 午夜的你 应该早已进入梦乡 依旧醒着的你 想必是有一些原因的 你可能是为了自己的梦想 努力着 你可能是为了自己的烦恼 纠结着 你也可能只是因为咖啡喝多了 睡不着 或是正在熬夜享受着 对我来说 午夜是一个很遥远的时区 因为我是一个早睡早起的人 我连跨年的时候 都提不起劲去看烟火 不过年轻的时候 我很喜欢午夜 因为那个时候很安静 我可以专心地念书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午夜的广播主持人都好迷人 我喜欢听他们分享 听友的故事 分享对人生的看法 我也希望自己有一天 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或许是因为有这样的梦想 机会找上了我 让我担任一个节目的主播 节目的调性 是由心理学来陪伴大家 在节目结束后的一年 节目的部分文本 结集成册 成了午夜时分的心理课 希望为大家准备的内容 可以让你在午夜深思熟虑时 觉得有盏灯 在为你指路 当然更希望可以让你 一夜好眠 我们午夜时分的心理课 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